醒目一想咱们是即刻开书 咱们这书啊到了这个最精彩的部分了 就是这个屈准宝藏的关键 大将军王十四爷印提带兵出征青海 那有人说咱们是要讲九子夺敌了吗 不讲 为什么呢 因为啊这门差出这头太远了 如果咱们从九子夺敌开始讲大将军王印提的话 那这非得挨骂不可 其实您往前翻 无论是咱们讲这宫廷故事 还是讲这个王子故事的时候 咱们都没少讲这位大将军王十四爷印提了 你也不用翻回头啊 去翻那些段落去 因为啊咱们把这个老十四印提的生平啊 虽然讲得很细了 但是唯独在青海打仗这个环节 在那些段落当中啊 没有详细的交代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等今天呢 当年呢 我也没想到咱们会聊到血域佛国 可是啊 西北在清朝这点战争啊 我还是很有兴趣 跟大伙聊聊的 那得嘞 咱们今天呢 就讲这老十四印提 在西北打仗这点故事 康熙58年 哎 在第一次驱准宝藏战争失利之后 康熙皇帝决定是二次发兵青海 这次啊 他吸取的第一个教军就是一定要明确责任到人 他很明确的就封了一位皇子为亲命服援大将军 哎 就是这位老十四印提 印提啊 排行十四 母亲呢 后宫的德飞乌雅士 就是啊 后来大家都熟知的孝公仁皇后 不过啊 这孝公仁皇后从德飞变成了皇后啊 哎 可没得着十四爷的乙 那完全是哎 仰仗着他的大儿子 那就是四爷雍正皇帝印针 这故事不用多莫分 咱们一提就得 谁都知道 并且呢 在这有一句话 我忍不住还得多说一句 我个人认为孝公仁皇后 单从这个清代宫廷画像上而讲啊 是最美丽的一位皇后 我心里是这么认为的 那咱们讲历史故事呢 离不开八卦 这十四爷有没有什么有名的后人呢 有 清末民国初啊 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叫英脸之 哎 他是贺舍礼士 哎 他祖上跟十四爷没什么关系 不过他媳妇跟十四爷有关系 他媳妇爱心觉罗 书仲啊 就是十四爷印提的后人 这个书仲生了一个儿子 叫英千里 英千里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英若成 英若成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导演英达 英达娶这个媳妇 后来又离婚了 就是小品王宋丹丹 哎 这八卦呢 我讲完了 就是这么点关系 咱们在这儿虽然不过多的讲 印提的生平 但是有几个关键点呀 咱们还是得交代清楚了 有人就说了 这印提呀 在这个康熙一朝最高爵位 就是顾山贝子 那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大将军王呢 是不是称呼他为大将军王 不太合适啊 我跟您说呀 完全合适 这一呢 是为了避免像第一次屈准宝藏战争一样 这主帅的权力分化不明 二呢 也确实啊 是为了给自己这个儿子立威 亲命抚衍大将军印提 还没离开北京呢 青海 河奢特蒙古左翼亲王 罗伯藏丹京 右翼郡王茶汉丹京就接到了康熙皇帝的圣旨 这圣旨上明明白白写的清楚 大将军王西镇皇子确系梁将 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 故令长生杀重任 而等获军务 获巨系事项 军英谨遵 大将军王指示 如能成一份免 既与我当命迅事无异 而等为英和睦 身心如意 奋勉力行 您说啊 这老十四还没到呢 青海的蒙古诸王公就先收到了这么一道旨意 这真的十四爷来了 谁还敢管他 叫贝子十四爷 那还不都得管他 叫大将军王 所以呢 这亲命抚衍大将军呢 这清朝没少风 但是呢 这亲命抚衍大将军 被称为大将军王 合情合理 那就只有十四辈子 印提这么一位 那这康熙皇帝 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长脸 跟这个外边的蒙古诸王公 这么说说就算了吗 还真不是 实际上啊 也是给了老十四印提 在北京出征的时候 就加持了无上的荣誉 他让那个老十四出征的时候啊 可以用整皇旗之道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以打出整皇旗的军旗来 这圣旨原文是这样写的 说是依王道事样 如天子亲征一般 这别人给您讲啊 那就是说跟这皇上出征打仗 一个待遇 实际上不是 那说是跟这个皇上亲征一样 实际上不是 他也不能是 这皇上拥有上三旗 如果皇上亲征啊 后边一定要打这个上三旗的旗道 那就是啊 这个湘皇 整皇和整白 那有人说不是整皇旗应该放头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皇上本人就是湘皇旗 这上三旗啊 都是皇上家的 所以说呢 和这个皇上亲征啊 比起来这十四辈子出征还是有区别的 那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呢 动静就真不小了 这皇上说了 所有的皇亲国戚 爱心觉罗的每一只 都得派士林的男子陪同运提出征 不出征的 到那天德上门外 哎 跪着送行去 这皇上亲自为出征部队祭齐 这就跟自己亲征是一样的 出征的当天 亲命服彦大将军应提 五门外上马 乘马出天安门 经德上门出征 出德上门的时候啊 这后边跪的 王宫背了呀 一片一片的 所以您听了吗 这大将军王出征啊 哎 这动静是属实不小 那这么大动静 哎 这亲命服彦大将军应提出征 他带了多少人呢 那这是不少 除了随军出征的这些将官呢 还有这个亲命服彦大将军的道队遗仗 哎 这些人以外呀 还有五百亲兵 哎 没了 那怎么就这么点人呢 那大伙都知道 这八旗自认为自己的主力啊 是京八旗 哎 然后呢 就是各地的住房八旗 再往下边的站立说呢 是蒙古诸部 最后才是绿营兵 那这大将军应提这么领兵 这康熙皇帝是什么意思呢 那康熙皇帝的意思很明确 这次这场仗啊 康熙皇帝是不准备动用 住京八旗的 并且呀 他给自己这儿子呀 找了两个非常得力的助手 一个就是谁呀 新起父的都统严信 哎 爱勋 绝罗的严信 非常会打仗 西安 青海那边啊 已经集结了一万二千清兵啊 在那等着大将军王呢 那您可听明白了 在西安青海附近 集结的这一万两千名清兵 并不是清军的主力 这里边有住房八旗 同时啊 也有绿营兵 从地理方位上说吧 这算是东陆军 还有一支南陆军 同样从四川调集 这儿啊 还有两千兵 这两千兵就更杂了 那不光是啊 这个满汉军队 还有啊 土司兵 那这支兵由谁调动呢 哎 川山总督 年庚瑶 你看年大将军来了吧 哎 这故事啊 就是一点一点揪出来的 在年庚瑶指挥的这支军队当中啊 这土司兵啊 就更有意思了 这些土司兵由谁率领呢 由一名汉将 叫做粤中旗率领 在土司兵当中啊 其中就有大金川土司 沙罗奔 您看呢 咱们就前前后后 这一分钟两句话 出了多少熟人吧 哎 这年庚瑶就领着这支两千人的满汉军队 加上土司兵出打箭炉方向 协助这印体出兵青海 这还不算完 为了周全呢 这康熙皇帝又一道旨意 下到了静逆将军傅宁安的大营 让这傅宁安呢 对这准嘎尔韩国时不时的加以骚扰 目的就是为了制造假象 这清军呢 要攻打准嘎尔韩国 牵制住准嘎尔韩国的兵力 让这群厄鲁特蒙古啊 没有精力发兵西藏去接应大策伦敦多部 康熙皇帝 算计算计啊 哎 这部署啊 还算周详 怎么唱这场大西啊 可就要看前方自己的十四儿子了 转过年来 康熙五十九年 这康熙皇帝往前提又发了一道御址 镇前提拔 严信为平溺将军 这严信就正式成为了大将军王十四辈子的副手 到了五月的时候啊 青海方向的大军就已经集结完毕了 集结在哪呢 就在青海湖边上 塔尔斯 那有人就说了 这集结啊 也应该在西宁外啊 没事上庙里干嘛去 哎 这就是大军呢 未出北京之时 这康熙皇帝和这个大将军王印提啊 这爷俩商议出来的一条计策 并且是一石二鸟之计 不但呢 是大军扎在了塔尔斯的附近 而且这印提啊 哎 又用了这大将军王的率印 把整个二部啊 在青海的左右翼王宫 以及所有的家人都召集到了塔尔斯 那这会儿塔尔斯热闹了 左翼亲王罗伯尽安京 右翼管事郡王查喊丹津 带着家人全来了 他们来了之后一看呢 还有一个熟人 谁呀 阿拉善地区和射特部的管事王爷 名字叫做阿宝 这阿宝啊 说是一位和射特部的头人 实际上他和大清朝的关系十分密切 他是一位大清朝的俄父 当然了 在身份地位以及阅历上啊 都不及这左右翼这两位管事王爷 但是没办法呀 人家是爱心觉罗家的姑爷子 见官大三分 所以说呀 这两位管事的王爷呀 也得在人家面前苟着点 那么说这大将军王印提 把这些人都召集到青海湖边上 又召来了俄父阿宝 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康熙皇帝和这个福远大将军 既又安出呢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康熙皇帝画师前沿 拉屎网回座 才要册封六世达赖喇嘛 格桑加醋 大将军王印提要扣住人质 才有得这清军趋准宝藏之战是全面 胜利